不久之前,肖战突然在所有人没有预料的情况下,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自己的肌肉大片,原本一项精英范儿或者奶蒙风的肖战,突然罕见漏肉,展示自己精悍的身材,荷尔蒙爆棚的大片,也是引得无数人侧目。 作为凭借着肖战陈情令而打开海外市场的海鹅,也是在第一时间在国际平台上发布了肖战所发布的照片,评论区也尽是海外粉丝的花痴留言,不过很巧妙的是,肖战作为海鹅的品牌代言人,被海鹅宣传无可厚非,而海库却也开始发布肖战的这则肌肉大片,也是令大家摸不着头脑了。 在自己的平台上发布肖战的咨询,还是在海鹅发布了一个半小时之后,只能说是看到海鹅的数据太好了,才紧跟其后了,不过,对于两大平台的这波操作,粉丝们却纷纷认为,海鹅胜利了,谁让人家是鹅的海外代言人呢? 对于各平台来说,肖战的确是个神奇的存在,令很多粉丝印象最深的,恐怕就是,当奇异果播放肖战的王牌部队时,鹅场那有些阴阳怪气的暗出戳内涵跳脚了,每天晚上在官博发出各种发疯文学,还将肖战其他是鹅场播出的剧推出精选,试图将肖战粉丝那群去奇异果看王牌部队的人,拉回自己的平台中来。 既然各平台都如此看好肖战的人气与流量,即使他不是自家代言人,也想要争抢一番,那就期盼肖战后续能够有更多的资源,将各平台都合作一把,也省得各平台,在对决的过程中,没有肖战作品能摆出来呀,鹅有独播的陈情令斗罗大陆,还有肖战早前的哦,我的皇帝陛下超新型学员,后续的玉古瑶,梦中的那片海,都是在鹅独播播,奇异果有王牌部队,库那里除了几个多台, 连播的剧集之外,那可是没有胜算啊,所以这一波,鹅真的是在肖战身上赢麻了。